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始终恩爱非凡 陷上了旁人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究竟是如何相处的 前几天 有记者拍到资深女星白韵群与老公谢伟俊 十指紧扣恩爱出行的画面 当天中午 夫妻俩在五星级酒店外出现 手里拿着打包袋 估计是刚在酒店吃完午饭 很见露面的白韵群 穿着棕色外套 头戴贝雷帽 脸上还戴了一个超大的口罩 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生怕别人认出来 不知不觉 他已经78岁了 这次现身 他的身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挺拔 走路也很缓慢 老太明显 相较之下 小15岁的谢伟俊 精神状态就好很多 穿了一件短款羽绒服的他 看着比实际年龄小了一大姐 一向温柔的他 还刻意放慢脚步 迁就妻子 并紧紧握住妻子的手逛节 表现得十分甜蜜 但是网友们的评论却不太友善 有人指他们像母子 还有人嘲讽 谢伟俊是为了钱才和白韵群在一起的 事实上 白韵群与谢伟俊这对姐弟恋 相恋了33年 一直保守争议 白韵群出身显赫世家 从小被父母当成公主般宠爱 长大之后 他出落的美丽动人 多才多艺 不仅做过演员 还是一位很出色的电台主持人 闲暇时也会为报章杂志写专栏 不少人都将他封为才女 这样的他 自然吸引到不少异性的追求 比如大名鼎鼎的已故音乐神黄瞻 就是他的追求者之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 他在任职空气时 与当时的缅甸首富相识 在交流的过程中 那位首富对他十分满意 并将他介绍给了自己的儿子 两人相处多事之后 顺利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据悉 当年他们的婚礼举办得非常轰动 并在婚后育有一子 但没多久 两人的感情就产生了裂痕 很快离婚 白孕琴还得到了一笔很大的分手费 之后他拿着那笔分手费开始投资房地产 眼光独到的他 在事业高峰期 名下有三十多套房子 身家过亿 凭借自己的本事成了名副其实的富婆 但是后来遭遇金融风暴 他的产业亏本了很多 尤其是海外的物业 更是损失惨重 不过他本人对于钱财 似乎并没有看得过重 也可以说是有钱任性 当时他在海外的物业连连亏损 但他始终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买卖以随性进行 不喜欢就卖 根本不理会市场的价格 比如当年 他以三百万在泰国买的别墅 最后竟然以二十万的低价借卖掉了 又比如澳洲的物业供了多年 最后卖出的基本与买入的价格相仿 基本上他这些年在海外的物业都没有赚到钱 反倒是香港的物业令他收获颇多 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 他集中火力 在香港购买物业 仅靠赚差价就有很大的一笔收入 重点是他独具慧眼 看准的楼盘 升幅都很大 例如在2005年以410万买入的 位于海滨大厦的单位 在2019年的时候 他以1368万的价格出手 中间差价就赚足了近千万 那么会炒房的女神又怎么会赚不到钱呢 白韵琴在离婚之后身边有很多的追求者 却偏偏看上了比自己小14岁的谢伟俊 而彼时的谢伟俊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律师 两神无论年纪还是身家地位都差距很大 因此当他们的恋情曝光之后 外界都不太看好 不过他们并没有理会外界的闲言碎语 依旧爱得热烈 1989年 两神同居 在经历了八年的恋爱长跑之后 与拉斯韦加斯注册结婚 结婚之后 白韵琴名下的很多物业都加上了谢伟俊的名字 同时夫妻俩还一同联名买楼 尤其是这几年 更是购买力十足 先是在2016年 以6600万买入低层花园平台单位用来自住 之后又以836万买入了两个车位 虽然出手阔绰 但楼市升值也快 仅仅三年时间 这个物业就已经升值到了8000万 根据谢伟俊作为议员时的申报显示 目前他名下有18个物业 同时还持有21间公司 这些都是和白韵琴联名所持有的 这让他看起来非常富有 但如果仅仅是靠他自身月薪9.3万的工资 即便是加上各种福利 也不可能买得起那么多物业 明显白韵琴才是幕后的大买家 这么多年来 两人一直居住在西半山的豪宅中 据悉这座豪宅在购书时 花费了6600多万 目前的市值早已经过亿 他们的生活看似十分的闲适舒适 但谢伟俊与白韵琴在一起的近30年的时间里 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期间白韵琴有过老月之灾 另外谢伟俊在2009年被报有外遇 与白韵琴的婚姻一度出现危机 当时白韵琴还公开指得谢伟俊薄情寡义 不过之后两人又和好如初 感情反而越来越深 此后当记者提起这件事时 白韵琴总是说 自己从未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但似乎只是借口 如今白韵琴年纪大了 身体也不如从前 2016年就曾被曝光有脑退化的趋势 时常会在香港迷路 两年前他还曾狂署谢伟俊的七宗罪 更是大报二十多年来 自己都没有性生活 老公一次也没碰过他 这对女人来说是一种巫术 并因此误会对方是同性恋 更只称谢伟俊身边有不少女人 两人传出情变多时 但一直未分手 2013年底 他们还在一起住 关系再没变化 但承认不是经常聊天 男方以无声胜有声 来解释两人没共沟通的现在 他重申没有第三者 一直忙于工作 绝对没有狂风浪蝶买身 相信只是误会 但在生病之后 白韵琴就变得敏感多疑 还多次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不过后来又都复合了 而患难见真情 举着白韵琴有病之后 即使立法会同律师行 工作忙到报的谢伟俊 省尽量调配时间来陪他 去年中 他还因为开不了 谢伟俊律师楼的大门 就认为是对方私下换索 大发脾气 之后又因为认不到回家的路 打电话给谢伟俊求救 然而这些也就算了 他甚至还出现了 连相熟朋友都认不出的情况 对于他有出气脑退化病症 大家都十分的担心 但是谢伟俊却维护说 不是 他只是有时候会失魂 去年白韵琴已经印好自己的海报 原本打算参选连任区议员 不过后来却突然退选 由老公谢伟俊补位顶上 当时谢伟俊 指白韵琴因为健康问题 膝盖有旧伤 又出现跌倒情况 身体应付不到才退选 据悉当时的白韵琴 就已经出现了记不住事情的情况 牟师还有记者拍到 他到铜锣湾的办公室的情景 整个过程中 他的人情都比较呆滞 打开阀门之后又犹豫不定 最后更是转头要走 但之后他又转了回来 不过却突然不知道 怎么开这个门 好在这时有一位路过的小姐 看到他彷徨无助 即刻帮他拉开了闸门 这几年 年岁见长的白韵琴 过起了身居简出的生活 偶尔亮相 而每次陪伴在他身边的人 永远是老公谢伟俊 去年九月 夫妻俩还现身马场 为自家爱居出赛打气 居悉白韵琴是圈中有名的养马高手 曾滋养过一匹名为小燕子的爱居 这匹马曾先后为其夺下大奖 去世的时候 他还因此感到十分的悲痛 这次现身马场 他和老公则是为另一批爱居 源源动力加油打气 由于具有多年的养马经验 所以这匹马顺利地拿下了第一名 而这也不是第一次夺得了大奖了 早在六月份的时候 这匹马就以暴冷的姿态 夺下了近四十万元的大奖 随后他们亲自拉头马 画面温馨有爱 也足可看出这三十二年的时间里 两神感情的积累 曝光的画面中 当时已经77岁的白韵琴 看起来并没有多少岁月的痕迹 虽然走路的时候需要搀扶 但精神状态十分的不错 整个过程中 谢伟俊牢牢地牵着对方的手 大秀恩爱 合影的时候 白韵琴为了漂亮 还特地摘下口罩 随后在工作神员的提醒下 才重新带了回去 可能是太紧张的缘故 她戴口罩并不是很标准 随后谢伟俊耐心地帮其整理 旁边的富豪太太 看到他们的互动 也脸的羡慕 相吃相恋三十二年时间 还能够这般甜蜜 着实不易 其实到如今 即便他们恩爱非凡 但是质疑的声音还是不断 可见财富带不进棺材 只有真爱长存 时间骗不了人的 谢伟俊能几十年如一日地 对白韵琴好 足以证明他真的很爱对方 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真爱 没有人能拆散得了他们 无论如何 还是祝愿白韵琴 能和丈夫一直幸福美满地 走过余生 也希望他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